我們是先抓 因為我要抓那個刮鬍裡面的文字 那我先抓第一個 前面的那個 前面的這個前刮鬍 再後刮鬍 再來是把前後刮鬍的資料切出來 最後可能會有Value抽 因為有些沒有刮鬍 所以最後再用那個 ifl去過濾掉 那當然如果說未來你的資料裡面 全部都有刮鬍的話 那最後這一個項目其實就不用了 因為就不會有這個什麼呢 就是Value這種錯誤 所以你可能要針對 實際上的狀況 你再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呢那個上禮拜的東西 也許你可以怎樣第一個動作就是說 你可以怎樣 先把第一個動作做完 12345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怎樣 再把它插入一個那個MID函數 比如說那個上禮拜的 我們就是 最後呢齁 這是剛剛其實影片也有啦 文字的話是這一個 然後呢 star number是 第一個前刮鬍的位置 其實就是你做出來的公司 把它複製貼過來 加1嘛 那總共要抓幾個 就是先找後刮鬍 後刮鬍 再減掉那個什麼 前刮鬍的位置 再怎麼樣呢 再減1啦 因為它會插1 所以你減下來你可以看到 那因為這個地方做完之後有沒有 按個確定 那向下填滿 它就切出來了 但是有value錯誤 所以你必須要過濾 所以過濾的話呢 再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 過濾那個錯誤的那個函數 就是這個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公司再貼上去 那如果有錯誤呢 如果有錯誤做什麼呢 把它改成空置串 按確定 做完 向下填滿 有沒有 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 這麼一長串 它並不是說 你要你一下子做出來 而是你可以先怎麼樣 有一個前置作業 你可以先1234 但是做完 再把它一次做出這樣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前面的那個步驟的話 要叫你做出後面的這個部分 可能會有點難度啦 但是這個其實在工作上用到的機率 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 常常有一些資料過來的時候 比如ERP 或者資料庫 網路上面來的資料 很多其實是 你只需要儲存格裡面 某部分的資料 而且這個某部分呢 還沒有一個規則性 這個規則性 有一個 頂多就是說 可能有一個符號 在前面 或者在後面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Find函數 去找到位置 再利用MID函數呢 去切 切那個 你需要的那些文字 再利用IFL去過濾啦 所以這部分當然有三個 這幾個函數喔 其實都還蠻常用到的 那 Find跟MID是屬於文字啦 那IFL是屬於邏輯 你只要稍微記一下啦 以後工作裡面這些熟了之後喔 那你會發現 會跟不會喔 工作的效率其實真的十萬八千里 其實不配的人怎麼辦 突發鏈鋼嘛 當然突發鏈鋼 最後的結果 就是很累嘛 對不對 如果你比數一多啊 哇 光要把這些東西切出來 就是一個大問題喔 那當然 你還如果要增加更快的效率 打這個串公司 其實也蠻累的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嘛 你可以再怎麼樣 把它轉成VBA嘛 這個VBA 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就全部完成了 不過這個你要必須付出一些代價 就是你要去撰寫這個程式啦 那至於怎麼撰寫喔 在雲端上都有答案啦 當然也許你剛開始可以複製貼上 不過我建議啦 還是要重新打過啦 你不要 我怕有些同學喔 從學期初到學期末都是複製貼上就算了 那這樣就不是我的本意啦 我把程式貼到雲端白板 其實不是只是要你們複製貼上喔 一定要記得把程式再打一下 雖然我知道這件事情很困難 因為你要把程式 從頭到尾做一遍喔 很容易犯錯 但是實際上你要能夠學會 也是從犯錯開始 其實我能夠做得這麼的順暢喔 至少經歷過幾千次以上的錯誤啦 可能不只喔 幾萬次都有可能喔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錯 所以我可以改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 沒有做過我怎麼知道錯 人生沒有一帆風順的啦 你不要以為說看起來 這個人怎麼這麼幸運 什麼都這麼好 其實喔 背後其實多少那個喔 辛苦 或者甚至那些挫敗喔 沒有人看得到的 不過有一個 一個原則 一個共通性 就是說喔 堅持喔 不放棄 越難喔 越有 越挫越有 像這東西真的 剛開始學 真的學 學到頭都快爆裂了 喔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這麼麻煩 這麼困難的 不過反而因為這樣更有趣 好 但是就是堅持啦 所以 慢慢就變一種興趣啦 所以你要 那最後是因為成就感 做完之後 感覺很棒耶 按下去 對不對喔 哇這真的太好了 什麼事情可以這麼好 就是你按下去 事情全部都一勞永逸啦 所以當然 這個 背後當然就是 還在創造價值啦 有些東西其實說 大家都很羨慕啊 有些東西很好 好 可是 要需要有人去做啊 像現在什麼 路上以後如果說 那個 所有車子都不用駕駛 自動駕駛現在很多嘛 還有什麼機器人 即將取代你的工作 有沒有很多 那背後其實齁 這些東西背後其實都會需要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好那可能慢慢的 呃這些人才需求啊 其實不是消失 而是它是跑到另外一個領域去啦 而是它是跑到另外一個領域去啦 那其實它有一些那個 嗯 改變喔 自然就會有人 一些什麼新陳代謝啦 所以 嗯 未來其實 你的工作 如果你要你要想想看 是不是替代性很高 如果是的話喔 可能你還是要再做一些些進修的動作 像這個也是有必要 另外的話 除了說按鈕的動作之外 那我們按鈕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輸出公式 一種是輸出這個最後的結果 那你可以發現喔 這個的話喔 欸 看到的結果是裡面是什麼 它最後的結果 可是上面這個按鈕呢 按下去呢 裡面是我們的公式 喔 那這兩個也是不同的 未來喔 那哪一種好 其實你可以針對你工作上的需要 上面這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公式已經寫好 你只是希望把你的公式輸出到儲存格 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按鈕的話 那你用這個方法 它的好處是 不用再去想VBA怎麼寫 直接把公式丟進去就好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你要額外再去撰寫程式 喔 應該都還記得吧 喔 如果等一下來考試的話 喔 請做三個按鈕 喔 欸 我看大家 喔 大家就投降了 不過 這個需要時間啦 不過沒關係 還是 欸 OK 那當然 另外再來就是一種就是 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使用者定義 產生瓜五函數 那這個瓜五函數呢 可以直接給它一個東西 它給你一個結果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喔 OK 那當然喔 其實我們 我們無論從第一次上課或最後一次上課 其實 雖然翻譯不一樣 但是講的方式都會是一致的 就是會先告訴你說 Excel裡面的函數怎麼做 雖然還是可以達到你的做的目的 可是基本上效率還是不夠好 如果說你要更好 VBA的按鈕 或者是 VBA裡面的 制定函數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做出很多東西出來 那當然 VBA 當然不是只有這兩個而已啦 當然還有會有更多的東西 只是說我們慢慢的會再增加一些些更多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去學習 那只是說難度當然也會更增加 比如說在那個其實VBA裡面喔 當然還可以除了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做出一些表單 這個表單可以讓我們做輸入的動作 比如說將來你還要輸入一些資料到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做一些表單 那並且還可以把ECR當資料庫 或者是說呢 也還可以連結外部的資料庫 甚至是連結那個ERP的系統的資料庫 或者是連到網路上面等等的 但是這些的複雜度會比較高 那也都是在這些的基礎之上慢慢衍生的啦 所以其實如果前面基礎打的好的話 後面其實學習起來就會更輕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上禮拜這個範例也許我們還可以延伸出去 那另外還有一題也許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152 裡面的話不是只有一個按鈕 而不是只有一個刮弧 裡面的話呢總共會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切出的是什麼 切出的是三個刮弧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如果三個刮弧 那當然你要找刮弧的方式 其實也是用fine fine什麼 fine 刮弧的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啊 fine那個 fine那個函數裡面的話 會有個問題 第二個是哪一個儲存格 第三個是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哪個位置上面去找 那基本上哪個位置找 如果你從頭找 他會找到第一個刮弧 可是如果說你要找第二個刮弧怎麼辦 那勢必就要從什麼 從第一個刮弧的位置 有沒有 再把它加一 告訴他說 你開頭的位置喔 不要從頭找 因為你又從頭找 又找到第一個刮弧的位置了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如果 這邊前刮弧的位置 如果按確定的話 那 他會是 找不到 所以你會發現找不到 為什麼 這個有個問題 就是刮弧還有分什麼 對 全形半形 看得出來嗎 全形半形 全形的齁 其實刮弧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打的是半形的話 就是ship加上這個刮弧 如果你今天是什麼 全形的話 假設我把它打在下面好了 記得是切到那個什麼 假設你是注音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把它 把它 先 還原 語言列好了 讓它彈出來 這個地方 這裡是半形 這裡 全形 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按什麼呢 按那個 ship加上 空白 這樣切換 ship按住再加空白 好 那如果你是全形的話 就是 也是一樣 再打一下 但是他會有個虛線 你必須多按 enter 那這個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 全形的 這是 半形的 其實這樣看好像看不出來 可是你看上面 有沒有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可是對於一般來說 還是會看不太出來 那怎麼辦 全形半形 那如果是全形的 瓜糊 你這個時候 那你就怎樣 要不就是你這個地方 在輸入的時候 記得 按這個 全形的 有沒有 然後呢 打勾 他就告訴你第二個字 找到了 但是如果你輸入的是 這個半形的話 那就會有錯誤 可以那先看一下那個 第152題好了 好